大家好,今天是奇闻观察室,我是创风 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出现了这样一位穷凶极恶的歹徒 他的人生经历就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江湖上都是他的传说 却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 行迹飘忽不定 精通易容,擅长女装 对,女装 手持双枪,江湖人称 双枪大盗和千面大盗 犯案之后总能全身而退 多次跟警方正面硬杠 在警方通缉的药犯中 将他列为头号公帝 他就是被新马两地警方 通缉了七年之久的千面大盗林万林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地区 由于面积比较小 所以多年以来通过填海活动 增加了23%的国土面积 早期的时候 他依靠国际贸易和人力资本的操作 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现在更是成为了亚洲重要的金融 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还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主人公林万林 1940年出生于新加坡的巴耶利巴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渔民 他们共养育了12个孩子 林万林排行老三 有这么多的孩子要养 父母只能拼了命地打鱼 一刻都不敢停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抓换小孩 所以林万林和兄弟姐妹们 基本上都是在放养状态下长大的 到了上学的年纪 林万林就读于当地的凤山小学 可是因为家里面穷的是叮当侠 小学还没毕业 他就开始混起社会了 为了生存 林万林小时候确实吃了很多苦 什么活都干 当时父母打了鱼 他就当起了卖鱼的小贩 后来又到饲料厂里面当帮工 到进入工地当苦力 总之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可能也正是这段贫穷的经历 让他蒙发了对金钱的强烈欲望 也为后来的犯罪埋下了伏笔 当然贫穷很多人都会遇到 就看你怎么应对了 如果他一直这么踏实地干下去 应该也有出头之日 江湖上也就不会出现他的传说了 可是他不安于现状 总想着一夜暴富 他喜怒无常的性格 又长期和一些街头混混在一起 慢慢地路就走歪了 1956年 只有16岁的林万林 跟青梅竹马的杨女士结婚了 结婚后的林万林完全没有收敛 继续跟狐朋狗友吓混 还沉迷赌博 手上有点钱就去赌 不说光他是不会回来的 时间久了 妻子也懒得管他 确切地说不是懒得管 是管不了 只能由他去了 转眼时间来到了1958年 18岁的林万林看起来很斯文 而且有些帅气 这些年他一直在街头吓混 后来跟着几个混混一起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叫小艺和的秘密社团 开始了犯罪之路 刚开始还只是小打小闹 从事一些偷雞摸狗的小事 经常被警方传唤 是警局的常客 后来胆子是越来越大 有一次林万林和同伙 直接抢劫了价值数千元的香烟 这下他飘了 钱来得这么快 太刺激了 他想要干更大的买卖 满脑子都是一夜暴富的念头 可大买卖还没开始干 他就被警方给逮捕了 宋若改造所进行了两年的感化 可这根本就没什么用 出来之后的林万林 变得更加凶狠 和憎恨社会 出入江湖的林万林非常狠 每次打架 好勇斗狠的他都冲在最前面 慢慢地就打出了一点名气 还当上了帮派里的一个小头目 深受一些小技的尊重 但是在打架斗偶种 林万林也经常吃亏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对方比较狠 或是有练过 而是林万林他的个子 只有一米六五 因此别人还给他取了个外号 这个我不会读 在闽南语中 就是矮个子的意思 这个事也一直困扰着林万林 他经常半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后来他就琢磨 既然进攻我不擅长 那我就当个远臣 而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进枪 在帮派的帮助下 他顺利弄到了枪 据说他为了提高射击技术 还专门到料内群岛接受了训练 还别说 对于射击 林万林很有天赋 很多人都只能单手拿枪射击 而林万林却能双手持枪射击 而且准确度非常高 他双枪大盗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从战士成功转位射手之后 林万林变得极其凶悍 逐渐在黑道上斩入锋芒 1963年 对于林万林来说是开挂的一年 他仗着双枪加持 实施了八起恶性的抢劫事件 共抢了15万元 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了 其中比较轰动的有两起研究 第一起 林万林带着三名同伙 全部装配手枪 计划抢劫安顺路的海峡时报印刷部 随着林万林一声令下 四人冲进房子 顺利抢走了3万元的工资款 第二起 林万林同样是带着三名团伙 光天花日下 公然手持枪械 在美之拦路拦截了银行运钞车 抢走了8万元的现金 新加坡警方十分重视这两起性质恶劣的案件 竟然有如此胆大忘卫的歹徒 打白铁 公然持枪抢劫 可新加坡警方忙了许久 根本就查不到凶手是谁 因为林万林太会伪装了 别看他小学都没有读完 脑瓜子却十分灵光 做事是小心谨慎 喜欢读来读往 神出鬼没的 自从老婆不管他之后 他也是居无定所 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每次作案之后 他都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 就连他的同伙都找不到他 更别说是警方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 他又犯下了好几起抢劫案 虽说钱是抢了不少 但是林万林花钱的地方也多呀 首先是他喜欢赌钱 输了不少 再有就是 他对小弟和朋友都很大方 谁家要是有什么需要钱的地方 他总是慷慨解难 还有一点 他时常会救济一些穷人 这可能和他小时候太穷有关 对穷人 他也是很舍得给钱 所以林万林在江湖上的名声还不错 甚至有人称呼他为侠道 转眼时间来到了1965年 这一年发现了一件大事 让林万林的命运开始转变 1965年5月17日傍晚5点 便衣警察彼得林跟两名同事在外巡逻 无意中发现了三名嫌犯 彼得就悄悄地跟在后面 可还没跟一会儿就被对方给发现了 警方眼看已经暴露立马行动 并成功逮捕了其中一个人 另外两名歹徒见识不妙 直接把枪跟警方火拼了起来 双方开始对射 歹徒中有一个人正是林万林 他手持双枪 警方这边只有彼得警察有枪 很快便露着下风 彼得的右手手指和右腿被子弹擦伤 更要命的是 他的枪还被林万林给夺了 要知道警枪就象征着权威 警枪被夺是非常丢脸的 绝不能助长不法制度的嚣张企业 新加坡警方立即成立了调查组 准备夺回警枪 这一次是有目击者的 而且彼得警探也看清了对方长相 所以很快就确定了歹徒的身份信息 姓名林万林 身高1米65 中等身材 警方也发布了通缉令 就在警方全力搜索林万林的时候 他竟然主动找上了门 林万林直接打电话给警局 说 你们需要找的枪 我已经丢弃在加东路的一栋洋房外 你们去捡吧 我不需要你们的枪 我手头上的武器多着呢 你们想要抓我吗 可惜你们永远抓不到 更何况 你们抓我的时候 我一定会和你们火拼 我会留最后一颗子弹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 你们只能得到我冰冷的身体 说完之后 林万林狂笑不止 然后就挂了电话 警方气得脸都绿了 这林万林也太嚣张了 事实上 林万林确实没有把警方放在眼里 他这次跟警方的交火 也只是为接下来的腥风血雨 拉开序幕罢了 1966年 林万林策划了他们在新加坡 最大规模的抢劫案 他跟同伙在大白铁 直接冲进了克里尔码头的 第一国民城市银行 抢走了156000元 1966年9月7日 林万林第二次跟警方对上了 在北桥路的街道上 巡逻警察再次碰到了林万林 一看到警察 林万林毫不犹豫 直接拔枪射击 打伤了警官艾伦李的腿 警方也在电影院大厅 逮捕了他的一名同伙 可惜林万林逃了 后来新加坡警方在突击一处 地下赌场的时候 再次碰到了正在赌枪的林万林 林万林警惕性非常高 一看到警察接近 立刻拔出手枪先发指引 最后快速由螺旋铁梯逃走 警方虽然是紧跟其后 但很快就失去了林万林的踪迹 接连三次交火 警方两名警员挂彩 林万林却都是全身而退 为了找回颜面 警方悬赏了2000元 希望民众能够踊跃提供线索 但是这个悬赏令所效甚为 不是民众嫌钱少 而是林万林太狡猾了 他学会了伪装 有时候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女生的模样 一次又一次地逃过了警方的搜查 1968年6月23日下午1点20分 林万林从仰光路的家店走出来 刚好被许崇凯警探和另外两名警员发现了 警员悄悄地跟着林万林 到了欧文路的一块空地 就在这个时候 林万林突然转身 手持双枪指向警员 并贺令到交出武器 警员不肯妥协 随即就发生了枪战 虽然许景探第一时间就向一旁的汽车后躲去 但是林万林枪法太快 还是击中了他的胸部 受伤的许景探开枪还击 一枪未踪 林万林走到近处 对着许景探的额头 扣下了半截 这位27岁的年轻景探 就这样牺牲了 留下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许景探倒下之后 枪战还在继续 林万林边打边退 最终绕过几条路 上了一辆出租车后 消失了 这次事件之后 警方大怒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对林万林实施搜捕 报纸上刊登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 电视台滚动播出他的画像 同时将悬赏金额提高到了5000元 不到一年时间 警方又将悬赏金额上升到了1万元 此时放眼新加坡的各大警署 出现了这样一幕 警署里都张贴着林万林放大后的照片 每位警员都有他的人头照 并熟记他的形貌和特征 国际刑警也将他列入通缉犯的名单内 所有警员接到的命令时 面对林万林时 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孤身犯险 一定要呼叫救援 所有市民也收到了警方的通告 不可窝藏这名大盗 一旦发现他的行踪 立刻拨打999 切勿私自采取行动 一时间满城风雨 千面大盗林万林的名头 无人不知 警方搞这么大的证实 还是没有找到林万林的任何线索 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实际上林万林早已不在新加坡了 他经常在翻看后 就逃到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中国等些国家躲藏 所以新加坡警方很难找到他 面对新加坡的严打 林万林完全不慌 屡次成功逃脱 让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他影迹埋名的同时 还不忘招兵买马 作案地点也不再局限于新加坡 马来西亚成了他的另一个战场 1968年8月 林万林带领五名枪手 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柔佛州 直接抢劫了该州的财政部门 共计45万两千元 这一次 林万林打死了一名警卫人员 在逃跑过程中 林万林还巧设一兵 用一辆偷来的出租车 停在了快艇处 假装他们会乘坐快艇逃窜的样子 警方果然上当 在快艇位置设服 可实际上 林万林早已从其他路线逃之夭夭了 这一起事件 让马来西亚丢尽了脸面 劫匪直接抢了财政部门 这是何等的嚣张 马来西亚方面也开始通缉林万林 就在马来西亚警方 怒气冲冲地找林万林的时候 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回了新加坡 1972年10月4日 林万林又开始高调翻案 他和同伙抢劫了阿特拉斯电子公司 共计六万两千元 算下来 从1963年 林万林正式犯罪到1972年 九年的时间里 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疯狂作案 至少抢劫了250万元的巨款 虽和警方有过多次正面冲突 但每次他都能全身而退 自从1965年以来 林万林就成为了警方的重点通缉要犯 悬赏金是一涨再涨 可就是找不到他 一时间 林万林成了新加坡的头号公敌 被新马两地警方形容为 最危险 最头疼 最棘手的逃犯 林万林如此难缠的原因 一方面是他流窜于多个国家 另一方面就要归功于 他高超的伪装技术 林万林本身长得就算清秀 身高又不高 他经常把自己打扮成女生的模样 多次逃过警方的追捕 他还有着众多伪造的身份 目前已知的化名就有六个 后期的林万林还做了整容手术 如此一来 警方就更难抓住他了 新加坡警方布了很多眼线在找林万林 他的悬赏金从最初的两千元 上升到了一万七千元 1972年11月24日 林万林在澳门躲了几个月 刚回到新加坡没多久 他和最信任的手下朱仔 在女皇镇马格丽特大道的夜市闲逛 这附近有很多金铺 是抢劫的理想场所 这个朱仔 大名蔡亚九 也是星马十大通缉犯之一 他跟着林万林干过多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 是林万林的得力助手 据说林万林除了他 谁也不相信 在夜市闲逛的林万林和朱仔 被县人认了出来 并偷偷地通报给了警方 新加坡警方在接到宪报之后 高度重视 并开始制定抓捕方案 为了不走漏封审 这个行动只有少数的警方高层知晓内情 最终由警察署长亲自带队 考虑到夜市人多演杂 警察署长只挑选了六名得力干将 并乔装成咖啡厅的顾客 晚上七点半 六名警员在京城剧院附近埋伏好 他们手持武器 紧紧盯着前方 神情显得是又兴奋又紧张 等待了45分钟之后 林万林和朱仔果然出现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朝着警方布置的陷阱走过来 而是进了一家商店 商店人员众多 林万林又有武器 警方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继续等待 大概10分钟之后 林万林和手下从商店里面走了出来 并朝着警方的方向走来 可还没走几步 两个人突然向相反的方向逃跑 并转身朝着警方开枪 警方也不甘示弱 七个人分成两组开始还击 双方打仗的过程 当然是惊险又刺激 这次林万林就没有那么走运了 在警方连开三枪之后 林万林亮亮枪枪的走了约10米 就一头栽倒在地 一动不动了 解决了林万林 警方继续追击猪仔 猪仔也是一个狠人 他一边朝着警方射击 一边快速逃到人群中消失不见了 警方怕伤疾无辜 只能作罢 而身中三枪的林万林 早已没了呼吸 林万林身上除了一把左轮手枪 还有13发子弹 1.4元的现金 以及一张名为林建华的可疑身份证 刚开始 警方并不能确定 这个人就是林万林 因为他的发型和体重 都跟通缉令上太不一样了 通缉令上的照片是23岁时拍的 而现在的林万林已经32岁了 9年时间的变化 再加上林万林有个整容 确实令人难以辨认 最终通过指纹和其身上的纹身 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林万林 很难想象 他生前至少抢了250万元 结果去世的时候 身上只有一块四 也不知道他是把钱都输掉了 还是藏了起来 又或是散给了其他的苹果百姓 得知林万林伏法之后 星马连迪的警方无不拍手称快 这些年来 林万林这三个字 简直就是每一位警员的噩梦 大家心里面很矛盾 一方面是做梦都想抓住他 一方面又害怕单独遇到他 被他的双枪锁伤 这次伏击林万林的行动 虽然获得了成功 但还是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员 在战斗中牺牲了 另一位参与搜捕 姓谭的警官就比较幸运了 有脸枪都擦过了他的胸部 但只留下了一点擦伤 根据枪械专家的结论 谭警官能活下来完全是巧合 林万林去世前开的脸枪都有问题 一枚子弹虽然击中了谭警官的胸口 但不知道是弹道失灵 还是因为子弹放置太久失效了 总之是没有力度 如同虚发 当林万林再次开火时 他的子弹卡壳了 所以谭警官才侥幸活了下来 也或许是林万林气数已尽 是老天要收他 三周之后 警方在坦克路再次围堵了林万林的心腹朱仔 他自知逃跑无望 选择了自我了断 可能是他极为信奉林万林说的那一套 绝不让警方抓住 所以到最后一刻 只留下了冰冷的身体给警方 有意思的是 林万林被击毙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新加坡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 官方人员当然无不拍手称快了 但是很多贫固百姓 对林万林的去世表现出了十分难过 因为林万林确实算过不少钱给穷人 还有一些帮派里的人 也觉得林万林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 所以在他去世之后 不少混社会的人也表示非常痛惜 1972年11月25日 新加坡有33名囚犯集体越狱 他们越狱的目的就是想参加林万林的葬礼 尽管被抓之后 他们都一再否认 说只是监狱的饮食不太好 所以才想越狱 这当然都是借口 可见林万林的江湖地位相当不一般 实际上 林万林的表弟张朝经 表妹张金凤 表知张永兴等都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经过林万林的案件之后 新加坡政府突然意识到 枪是个很大的威胁呀 当时的新加坡确实比较乱 经常发生枪击事件和警员被枪杀事件 因此在1973年11月 新加坡通过了武器犯罪法 禁止持有、使用、甚至是试图使用枪支犯罪 拥有或携带枪支的处罚是监禁和边刑 使用枪支犯罪可判处死刑 在禁枪之后 新加坡的治安在慢慢的转好 后来还被评为全球治安最佳的国家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千命大道林万林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